联盟大事,场外风云,白话美直篮,一起聊个球,我是老白 近日,根据篮网记者的报道,莱安德森现身篮网训练现场 据内部人士透露,篮网很可能与安德森签下一份十天短约 如果他表现可以,将会在常规赛结束前给他提供一份有保证的老将底薪合同 依此来填补西蒙斯和欧文确证给球队带来的困难和空缺 莱安德森属于顶级的投篮型内线 兼具身高和出手速度,2008年,被新泽西篮网队选中进入NBA 曾先后效力于魔术、蹄虎、火箭等NBA球队 201112赛季,当选联盟进步最快球员,也是魔术队第五位获得这一奖项的球员 2019年9月,重回修斯的火箭队 安德森是一名投篮型内线,出手速率快 内线的被打基本都是后仰跳投 组织进攻是安德森的弱象 防守段,安德森防守篮板保护能力偏弱 斜防不佳,一对一是漏勺 其糟糕的防守会抵消其进攻端的贡献 他的优势一是身高,二是投篮好 而他的身高结合投篮技术,形成了高个射手的风格 2012年5月5日,莱安德森当选201112赛季进步最快球员 相比201011赛季,安德森的得分16.1分,篮板7.7个 投篮命中率43.9%以及罚球命中率均刷新值也生涯新高 赛季的三分出手次数422次和命中次数166个军委联盟最高 安德森成为魔术队第五位获得这一想象的球员 他曾经单场能够得到36分,20个篮板 同时也能单场投进霸家级三分球 篮王本赛季可谓是状况百出 从赛季出到欧文因为疫苗无法出战 再到赛季中度兰特意外受伤缺席数周 再到哈登陷入交易流言最后与西蒙斯互换冬价 他们的战绩也从东部第八升至东部第一 随后一步11连歪又降回到东部第八 如今赛季后赛季将到来之际 篮王的状态再次有所回暖 他们现在的目标是重进东部前六 以免去参加附加赛 但是在之前的比赛中 阿德因为臀部受伤将缺席至少一周的比赛 这样本就不富裕的内线更加雪上加霜 而主教练纳什也表示 西蒙斯目前还未参加任何个人训练 在季后赛之前能否付出还是一个未知数 再加上纽约的疫情防控规定 如果到了季后赛 欧文仍旧不能出战主场的比赛 那篮王的局势将非常被动 警告杜兰特一个人很难将球队带进次轮 因为本赛季东部各支球队都强势崛起 战斗力非凡 篮王想要在本赛季冲出东部 不继续补强是没有用的 如果能够得到安德森 他在内线的防守和护框能力 以及外线的三分 威胁能够很好地帮助球队在攻防两端有所提升 不过篮王想要冲击总冠军 欧文和西蒙斯依旧是不可缺少的一环 同时勇士这边 事实证明 在库里受伤后 勇士已经沦为了于南球队 先输凯尔特人 再输西部倒数的马刺 这只勇士演员已经不是当初赛季出的那只勇士 勇士108比110不敌马刺 本场比赛 勇士球员乔丹普尔初战36分钟 21投11中 其中3分球9投4中 发球2投2中 得到28分5篮板3助攻 普尔已经连续9场比赛得到20加得分 而之前他的记录只有3场 值得一提的是 在库里受伤后 普尔将更加承担起进攻得分的角色 事实上 普尔已经正式向球队第二得分手发起冲击 很多球迷表示 韦金斯是勇士的二当家 因为他是本赛季出库里外的唯一一位全明星 而且还是首发 许多球迷就是因为杜兰特来了之后那两贯 看到了全能封献对整个阵容的巨大提升 所以现在但凡是个联盟平均水准以上的小前锋来勇士 球迷都会对他有着不切实际的幻想 马上幻想着他能成为下一个杜兰特 或者能像杜兰特一样影响整个球队 换句话说 你把维基斯当成是勇士球迷幻想中的小杜兰特 你就知道为什么他能进全明星首发了 但是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嘴哥现在有多拉胯 只有他的球迷一直捂着眼镜 进攻持球弹打永远都是运两下后仰 内线错位才时不时搞两个 基本上没有持球单挑对面核心的能力 三分也是靠天吃饭 时神是鬼 防守这我承认 确实是联盟顶尖水平 但真弥补不了他进攻端的失职 嘴哥现在就是鸡肋 实之无畏 气之可惜 而且不能忘记的是 维基斯的薪水高达3000万 平良心说一个全明星首发球员一年拿3000万 场均打出十几分数据 着实说不过去 维基斯最大的问题是中距离投篮和发球 我认为维基斯作为球队 唯一能在季后赛大量使用的三号位 他没有中距离投篮就是不行 不是汤普森 而是维基斯来投这些中距离 中距离主要是搭配突破来使用 汤普森完全不能突 库明家完全不能投 所以这个东西都为基斯来投 人球结合不好挡拆启动可以吧 最次能改变对位也是可以的 然后是罚球突破造杀伤 罚球不禁在关键时刻很难接受 尤其是把这个当成关键时刻的武器的情况下 要是比赛早期突破造杀伤给对方犯规压力 你罚不禁就不禁 也能接受 但是关键时刻不行 70%左右的罚球命中率就够用 都不说别的 汤神大赏之后防守只会越来越白给 库里增重提高防守 但终究还是后卫 普尔防守不是只得拿出来弹的能力 落后抢分你派着三个人 可以常规时间三人只能分开用 不然很容易变成打得热闹输着分 目前 勇士正在着力于培养新人 像库明家 努迪 怀斯曼 普尔这四人也是勇士 接下来几个赛季重点培养的对象 库里克莱这些老人也正在将手中的权杖交给他们 而维金斯现在的位置就更显得尴尬和突兀了 除此之外 常规赛只有不到十场比赛 季后赛马上开始 那么勇士首轮最不愿意打吹 妹妹Hoop's Habit平前三名单 其中西部大黑马上榜 绝境仅排第二 首先第三位 森林郎 森林郎队出现在这份名单中令人感到有些惊讶 因为在人们的印象中 森林郎一直都是一支云南球队 但本赛季的状况却完全不同 森林郎队在新三巨头的带领下 摆脱了于南的身份 杀入到季后赛行内之中 常规赛至今的四场交手中 勇士队凭借追梦归来后的表现 才与森林郎队达成了二到二评 从阵容配置来看 森林郎队相比于其余潜在的首轮对手 明显会给勇士带来不小的麻烦 首先就是内线核心唐四 唐四本赛季迎来蜕变 打出了能里能外的高效表现 而勇士队内线是最大短板 根本无法限制唐四 此外库里不得不面对贝弗利这名球员 贝弗利的个人能力并不出色 但他十分讨厌 永远不会接受失败 更不会失去能量 加上进来森林郎队好取九生一负的战绩 两队如果相遇 必然会是一轮十分激烈的对决 然后绝金队 与森林郎队的状况一样 面对绝金队 勇士队的内线也将面对巨大的挑战 并且这个挑战远大于森林郎队 因为绝金队的内线是约基奇 作为上个赛季的MVP 本赛季约基奇再次达出MVP级别表现 抑制领跑MVP榜单 他的内线统治力远超唐四 即便勇士队拥有追梦格林 也很难限制主约基奇 如果季后赛中小波特与木雷回归 那么状况将变得十分棘手 第一位 独星侠队 如果从球队长短板来看 独星侠队没理由比绝金队排名更靠前 但从全队实力来看 独星侠是一支任何球队都不想在首轮遭遇的球队 自从进入2022年 独星侠队打出了联盟第二的防守效率 仅次于同期触地反弹的绿军 球队整体防守韧性十分出色 尽管在进攻端独星侠遭遇一定的困境 但他们拥有东西齐这名顶尖新星 并且丁维迪也在融入球队 如果两人一直保持健康 那么独星侠将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首轮队阵选择 优优独星侠